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辛苦 辛苦 不簡單 我們能夠參與台灣民政府的陣容是我們一生的榮幸跟祝福 您祝福別人 別人會祝福你 您關懷別人 別人還是有機會關照你 因為我們所謂人相輔相成 只要只有一個的話就不算人了 這個就是上天給我們生命的一個支柱 非常高興 真開心今天可以互動 彼此互動 我們今天的互動是再次認識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在東極 這個東極是什麼人 什麼我哥 那我們今天來思考一下 按照我們在台灣 無論是不一樣的環境 無論是不一樣的族群 不一樣的族群 就像我是泰兒族的 當中也有阿密斯的 台灣 陸蓋 島 還有我們台灣人 火龍人 哈江銀 都在這個地方參與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那今天 到底台灣治理當局 用什麼方法 還是用什麼企固 來張貫 將貫 爛的台灣 本土台灣人 那他到底這個治理當局 他用什麼工具來掌握整個我們本土台灣人 讓我們去思考一下 時間很快 雖然你們辛苦 昨天勞員從各台灣各個角落 甚至於我們的葉州長的公子 從對加拿大來 不簡單 所以全台灣 全世界 都在看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前進 或者是整個的運作 因為我們都是 doing RNG 都是進行事 不像中華民國裡面 治理當局的一百多個黨派 也都已經停滯在那個地方了 那像有一個台灣第一民族 其實這個台灣第一民族 也是一個高砂族的所謂的原住民族群 他們成立大概去年成立 那也是透過加拿大 他們學習First Nation People 加拿大的第一民族 用這名稱來套用今天 希望台灣族群 有第一民族 怎麼去抗議 中華民國 還要怎麼抗議 我頂各位 我是台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 我們在這裡討論 講很大事 因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是非常獨立性 台灣獨立非常強的 我還沒到台灣民族群 我還沒到台灣民政府的時 我也是台灣獨立非常強的牧師 無論在阿扁還是全台灣選 我們選舉的時 都是加油台灣加油 來變得中華民國 哇 我們最目的是 高山作的跳舞唱歌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結果進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誒 那個觀念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所以好像說 我們既然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法理學院 只有法理學院可以抗衡 台灣治理當局 只有我們台灣民政府 才可以扳倒 才可以結束 中華民國台灣治理當局的 巨大的一個動力 所以 兵雄 當 那麼多的台灣大學 在讀的法律 無論是法理學院 無論是法商學院 好像頭腦智慧蠻豐富 上個月 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歷任當過總會幹事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都做一千兩百多間的教會 是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是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很大的教會 那我也曾經在那邊 那我也曾經在那邊 20年前當過 那時候我們稱原住民當幹事 那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怎麼去抗議中華民國 無論是高砂族的荒蕪土地也好 行政民運動 爭取生存權 因為台灣高砂族 都是靠天吃飯 沒有肯定的收入 所以在三頂 我們台灣人 好多人 學工也困擁 都是一樣的很辛苦 但是在台灣 三頂的高砂族 真正是 你如果親日 食材 他們的環境 他們的生活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了解 高砂族的生活狀況 所以我們在那裡討論的是 要怎麼抗議中華民國 對八八水災也好 九二一也好 還是賀博颱風也好 反途中烘胎的時 原住民山頂 高砂族的山頂 高通 威庭 八個月 幾個月 還是特別兩個月 可以交通才可以通過 我們北斗不一樣 什麼 水泥路 沒有多久 又再翻新 沒有到幾個月 沒有到幾個月 在那裡又翻新 北斗那裡好 耍頂那裡辛苦 有的幾年一年兩年 有啦 雙骨的時 很快在那裡整理 還是在那裡修改 有的是 為了選舉 就翻修 道路 但是在那裡討論的時候 我告訴他們 今天 我們繼續討論 要怎麼打倒中華民國 沒什麼方法 教會 也沒開 你別擅冷 佈六 也沒開 行 過山足 也沒開 裏 背對 也是一樣 若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或是在那裏省外 或是不一樣的董牌 也是一樣 六十八年的時間 問題是要怎麼處理 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看我們從1988年黃偶土地 然後1989、1992、1993鄭民運動 那時候歷年來 在四百年甚至於一萬多年以來的歷史 第一次 現瓦土地 1988年的時間 八千的高山族 對全台灣在那裡抗議 現瓦土地 現瓦土地 不過有的高山族很可愛 在那裡現瓦土地 有人說 現瓦太太 現瓦 黃我太太 啊 你的太太在對 原來被 已經被抓人 被人抓去了 當小山 那這些都碰到 國山族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討論會議的時候 有一條路 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條路 法源論述 我們法理論述 台灣民政府 試看看 你們等著瞧 你如果不相信 試看看 因為我們 可能在座也有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因為今年 從四月 五月 六月 對中會 有教會沐喊 告訴全台灣的教會說 比較小心 台灣民政府是 雖然我們沒有支持 但是尊重 尊重 台灣民政府的言論自由 但是有的牧師中路不一樣的說明 那個沒有支持 改造 反對 好 這樣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有的回憶 告訴我 牧師啊 要怎麼辦 我們的中國在那裡反對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這個是習行 這很自然 因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只請要討論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背景 和狀況的時候 只有請建國黨的姚家文 還有他們的秘書長 魏瑞銘 這個兩個是專門反對我們台灣民政府 而且 都是說 好 他們很厲害 我也去聽他們的說明會 他說 欸 這個一千塊的身份證 本來是三百塊 兩百塊 這樣變成幾千塊 這是什麼團體 那個聽眾啊 他們就對應說 詐騙 詐騙集團這樣 這個魏瑞銘也很厲害 他也講說 欸 什麼陰川五臟 因為這些都是專門一直寫我們負面的 然後寫了那麼多 都是對我們秘書長 而且我們對民政府 對我們民政府說 詐騙集團的很多的言論不實 結果說 這是什麼團體 詐騙集團 但是有一個牧師說 沒有啊 真的詐騙集團是 中華民國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是不是 是不是 給我們詐騙多少 所以有一個高沙族 無了解的時候 我相信最批准 你想想看 有時候我們到高沙族 幾個部落討論說明的時候 一個逃亡的人來到你的家裡 一個逃難為了生存的人來逃到你的家裡 說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真的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也是被追到我這邊 看能不能包容我 容納我 接納我 結果假如你是一個老闆 好啊 接納你 來幫助你 你的困境 因為你有那麼多的困難 好 你就來到我家裡 好 這幾塊土地 給你照顧 這筆 兩筆 還是很大 幾個工 幾公頃 還是幾家 幾家 幾家 土地 給你照顧 然後 三十年 五十年之後 那個逃亡的人 救命的人 五十幾年 還是六十年之後 閉嘴 老大 本來是逃亡的人 本來是向你求救的人 竟然五六十年 照顧你的土地 變成老大 變成老闆 變成決定跟你老闆的人 決定你的土地 這樣合理嗎 這樣合理嗎 當然沒有合理啊 連我們高砂主也會說 哪裡有這樣啊 有啊 就是你的政府啊 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你自己的政府啊 你看你的身份證呢 你是不是國產主 是啊 你是不是台灣人 是啊 看你的身份證 欸 中華民國 這就是你的政府了 所以今天都造成混亂 那我們來思考 今天 應該我們所認識的法理學院 可能有清楚交代法理 在這個學校裡面 你對法理會有成長的一個空間 一個地方 而且有秩序的思緒 這個學習的空間 所以法理學院應該是彼此分享 愉快心情的場所 也是應該得到生命長存領域的學校 也是給社會有事實有事實跟公正的交代 事實跟是非分明 這應該是法理學院的一個最大的動力 也給社會呢 除了公正以外 有安定幸福快樂的生活圈 那有的是人人平等 都有享受人權福利的地方 還是約束人 這個寫錯了 對不起 生活越軌行為的準則 這個可以約束 而且法理學院是應該給國家或政府回歸 國際地位的正常化的一個領域 也是給予國際世界貢獻和平正義的依歸跟契機 這個場所應該理出這樣的一條道路 有一個牧師跟一個牧師在那邊 為了我們民政府在那邊爭論 這位牧師說 難道我們台灣那麼多的兩百多個法學專家 都比不過你們的林志森一個博士嗎 我就對這個牧師說 你想想看 你所謂的兩百多位的法學博士 哪一個像我們秘書長 願意完全把他的智慧 整個的生命 投入到台灣回歸到國際地位正常化的一個博士 一個學者 您找一下看看 哪一個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的大學教授 哪一個老師法學專家的學者 能夠搬到中華民國 能夠讓中華民國回到中國那邊 請你舉例 把中華民國的體制是完全 完全 讓他真正良心說 說出良心的話 來論述 真的沒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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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民國裡面是可以 我們生活在火煉當中 不管是今天是生我的我 生活的火 這個打錯了 對不起 所以這些在討論的 同樣 你們的親家 還是你們的朋友 有在那邊當做教授的 他們敢不敢 不敢 不敢接觸 甚至於說 聽到台灣民政婦 嗯 嗯 然後你跟他辯論 你跟他談 台灣民政婦 嗯 天方夜談 喔 台灣民政婦來了 嗯 本來是親家 兄弟姊妹 一聽到那個 台灣民政婦 嗯 奇怪 為什麼不敢接觸 因為他們太多越軌的行為 行為啊 什麼檢察官還有三妻小妾 一個妻 一個太太有一億多的 有這樣的中華民國的檢察官 這個 漢漢門 所以 這個是我們 要釐清的 台灣民政婦 就是有這樣的 領域 那台灣這裡當局的 整個大學 中華民國體制裡面的 到底有多少 我不敢去統計 不敢接觸 所以 今天 今天 本來 法理學院 應該是 有限的 這個 好奇 然而 但是 不過 不可以這樣 學法的 那我們 太兒子的話 啊哪兒 講了正面 只要碰到 然而 碰到 但是的時候 前面 你所講的 變成反 反面啊 那 英語也是一樣 現在好 But 不能討論是 現在好 你是現在正常的 生活的人 But Nevertheless 但是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 欸 你剛才講的 但是 沒有 都 所以今天 今天 是台灣這裡當局 就是 外表是 那麼好 那個 法 法律 的條例 什麼那麼好 But 但是 那個人 那個人 那個保定 那樣好 哇 那個長官 那樣好 但是 不可 這個就是 今天 台灣這裡當局的 寫照 無論 我們單單來 訴說 今天我們奔透台灣人 從 尤安 頂地 尤安 中華民國 殖民政權 六十八年 歷史 就 掌控中 太多的 但是 關聯的 混淆的 問題 觀念上的 搞分的問題 法院與法律 搞分的問題 殖民政權 土地 濫用法的問題 我在初級班的時候也提過 我們前年 在我老家 土耕法 把一個我們打焰的部落 改為非常有四四方方 本來是以前用我們打焰的 竹草或是竹屋或是木屋 或者是水泥屋 已經三四十年前換掉了 那就改換說 我們來整理 我們來整理 整理你的部落 的房間 還是廚 高山 很開心 他們說 一旦土耕法 改變以後 你們這個家裡 本來沒有規劃 今天我們來規劃 好 高山主 我們太兒主聽到的 哇高興的 要命的 又給你錢 哇高興的 有一個人是 一百六十萬 因為要補助 那些幾個土地 收買的 後來 一個月以後 有人聽到說 欸 這個土耕法改變了 因為 這個部落 本來是有精力到 很好的那個房 有四十方方正正的 然後水溝又弄好 公共廁所又弄好 結果變成土地增值稅 像一百六十萬的 你要負責 將近六十萬的增值稅 已經領 先領一百六十萬 然後再付 將近六十萬的增值稅 因為對 五年前 到今天 因為對五年前開始 來經歷 極為那個土耕法 所以那時候的土地 已經增值了 增值以後 當然就要增值稅 本來高砂族很高興的說 啊 我們有領錢了 結果沒有多久 換他們變成高砂族 要增加 要繳納 增值稅 哇 那個頭目說 我才不繳 這個怎麼像土匪一樣 本來就是土匪啊 因為 在那一段時間 有幾家是不肯 結果在三更半夜 兩點二十分左右 二十幾位的警察 在那邊圍繞 然後 怪獸就 三更半夜 三更半夜 在那邊 有幾個 我們老阿嬤 老阿公 啊 大地震又來了 九二一又來了 三更半夜 整個土地 那些有的地方 就重新把它弄掉 而且是苗栗縣 縣政府留什麼 都紅縣長啊 苗栗的大福事件 也是一樣 真的偷費 學工人在那裡 在那邊流 流言淚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些 他們以為是說 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高興的要命 但是在他們殖民政權 濫用這個土地權 那我們今天也 也聽到 美國對台灣 帶來的一個模糊政策 台灣治理當局 跟我們現在的本土台灣人 還有台灣治理當局下的高砂主 這一些 我們今天來思考 這幾個問題 因為我是牧師 我確定 上帝給我們一個 台灣的機會 重新看見 透過我們秘書長 控告美國這個案件 一直到現在 都一直在繼續運作 假若是停滯 假若是停頓 假若是真的是 沒有什麼運轉的時候 到現在 我們台灣民政府 早就應該會分散 但是到今天 但是 也是永遠在那 創造 我們台灣 真好的歷史 實際上 我們常常都在聽到說 一直在創造我們新台灣的歷史 不過有人說 是對四百年的歷史 但是對我們高山族 不是只有四百年 萬幾年前 不管多少年 一樣 這個都是創造 我們很好的歷史 那今天 要成為我們認識台灣治理當局呢 給我們一個搞混 一個混淆 無論是在 4月20 今年4月25號的叛徒成為台灣政府 台灣獨立的這個單位呢 本來在我們當中 剛好我也在4月25號 我也在場 在美國那個地方 本來美國地方是 誒 怎麼聲音不一樣 而且是怎麼這個論述 跟我們台灣 我們秘書長的論述 怎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討論 然後 我們才了解 原來他們已經醞釀幾個月 甚至於半年前 他們早就在台灣早就醞釀了 所以有人說 啊 那個古山做個主席啊 是中國間諜 哇 他們嚇一跳 我家人說 蛤 雅夫你是中國間諜的 那我來來去去 進出美國 假如說中國間諜早就被抓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台灣政府搞混的 所以今天是 沒有繼續關心我們台灣民政府 同心呢 會把台灣政府跟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在那裡搞混 所以 我們來的應該是情臭了對不對 我們在做的應該 比較清楚了 有沒有不清楚的 這個台灣政府 本來由他們還原真相的網路 現在沒有去 所以很清楚已經不一樣 這是今年11月10號的他們宣傳車 就被被中華民國的警員違法 然後告發 把宣傳車脫離現場 那些車牌是藍色的 那這些有的是 特別是高砂祖 台東花蓮那邊 他們還是 像前天有一個同性還問我說 主席啊 聽說我們要去高雄去開會 1月4號 蛤 1月4號啊 我去想到說 原來1月4號就是 這個叛徒台灣政府他們辦的 參會 不是1月4號 我們是1月1號 他們還在搞混 所以現在有的 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也要學習這些的去釐清 今天我們活在 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太多的觀念 搞混到 我們自己分辨不出來 一個人的觀念 要改變 實際上不夠容易 真的不容易 因為觀念 看你經過的背景 你所受到的受到的教育 或是你在生活 不同文化的領域裡面 觀念馬上改 真的不容易 像40年前的觀念 30年前的觀念 跟現在的觀念 要改變是這種 不容易 但是因為 這個不容易 這個問題 常常 接觸在我們整個的人的 生活的周遭裡面 其實 很大的原因是 觀念 搞錯了 觀念 也說是 偏扭曲 而且偏離 一般觀念 分 意圖 意象 先入為主 而且意識形態 來做 觀念搞混的氛圍 那這些氛圍 會影響 立足角度的 基本因素 也就是會做出 判斷準則的方向 與個人抉擇 判斷正確與否的影響 都會影響 你判斷的正與否 這個都是觀念最重要的一個 立足點 那今天 有一個圓警搞混的時候 本來把小偷要抓小偷了 結果他把那個寫的筆錄搞混了 小偷呢 逃跑了 那受害的人就被抓起來了 哇 萬能萬能 結果還好 這個被抓的 把女情再重新弄清楚的時候 才免這個牢獄之災 其實太多的遠景 特別在山頂 有一個警察 他說 欸 你的孩子被學校被老師打的 因為逃血所以就 逃到河邊那邊游泳 沒有去上課 我們路過的時候就把他抓起來 然後送到家人 我們高沙主說 怎麼送到我這裡 我這裡又不是學校 你搞錯了 今天還上課 你怎麼把我的孩子抓到我的家裡 應該你要抓到學校 要讓他繼續上課 這個圓警說 對齁 他又送到學校 這個圓警也是高沙主的 也在那邊搞混了 那今天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是在他的條例裡面 明知故犯的 我們看看最近發生的問題 在 這個是 中華民國的年代 為什麼到現在 到去年才成立這個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去年1月6號正式成立 是怎麼沒有 十幾年前 還是二十三十年前 在那裡成立 為什麼不要在 二三十年前 成立真正的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為什麼到前年才成立 那意思說這個中華民國 還兩年前才領悟 因為 即使已經碰到這樣的評鑑委員會成立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他們的 法律水準的品質呢 會不會提升呢 這也是一個 在中華民國巨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雖然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在1月6號順利成立 然後 這個部長曾永夫親自主持 但是這個部長 也被換下來了 本來是他 應該是好的 那在中華民國的體制跟法律 不一樣 反正中華民國的法律看到人會轉彎 像那個有人說那個白金會轉彎 那些都是你自己說的 那些都是你自己說的 這就是今天中華民國的法律會轉彎 都是官說文化 本來已經堂和的 那到現在 因為都是 但是法律搞混了 然後意識形態又建築起來 造成今天 台灣人受巨大的傷害 有一個小故事 三千年前的猶太夫人 很想有一個孩子 就看到隔壁的一個婦女 她也同天生的孩子 結果她發現她自己的孩子 被她壓死 然後就換成 換到三更半夜的時候 到隔壁的婦女去換孩子 活的 把自己被她壓死的 自己的兒子 換到 把活的換過來 後來那位婦女說 你看看 不是我的兒子 這個不是我的孩子 怎麼會 然後為了這個 孩子的問題 就到法官那邊做 做採決 在那邊爭論 這類是她的兒子 那是我的兒子 在那邊爭論 結果真正親生 親生兒子的媽媽呢 本來這個壓死 兒子的這個媽媽說 不然的話我們就切一半好了 奇怪 三千年前 我們切一半這樣就這樣公平 結果法官一聽到說 哦 這不是你的孩子 真正的孩子就是很安靜 真正親生母 才會 好了就讓她好了 結果法官就判決說 這個要求的父母 就被判刑 因為他也自己壓死了自己的兒子 那這樣的事件 影響了以色列國家的前途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 搞混了那麼多的問題 所以中華民國一直到現在 賴賴賴不走 問題是讓台灣本土台灣人 也是抓 抓他的大腿 一直跟著中華民國 所以今天是讓台灣民政府 有很大的誠心 你我參與到今天最大的一個責任 是一個生命的責任 除了歷史的責任以外 也是讓台灣人 長存的一個真正生命的責任 所以今天是 在印尼那邊媽咪咖啡 那媽咪咖啡是他的糞便 那糞便他因為他吃咖啡嘛 那糞便出來的那個咖啡呢 在印尼是少之又少 而且最貴 那假如我們不了解這個文化 奇怪 怎麼可以吃媽咪的大便 我一定會搞混 所以有這樣弄清楚 我們才會了解說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責任 那今天 中華民國都是凱之外交 我們秘書長講說 我們已經跟 我們台灣已經跟 這個 甘比亞 這個是甘比亞總統 當時跟老馬在這邊的時候 是他們的總統 老馬 好像很高興 但是到了 剛才的相片是2009年4月 然後今年11月14號就突然就 斷交 他說我們台灣跟甘比亞斷交 是不是我們台灣 不是啊 是他們的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跟甘比亞斷交 同樣的海地也是一樣 在8月13號 去 在 因為2010年大地震的時候 把他們的 海地的最高法院的班公大樓 就被震毀了 要重建 那海地總統呢 他也感謝台灣支持 用1600萬美金 來援助 所以這些 都是用 我們台灣人民的錢 亂花到 以為可以幫助我們 台灣回到國際地位 那這些小小國呢 沒辦法 沒有辦法幫助我們真正的台灣的地位 只是幫助中華民國 連西藏也是一樣啊 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這邊有一個 協議書 他們也 現在的達賴喇嘛的人 西藏的人 也讀他們的 古經啊 那在這種人道立場 當然我們是很清楚他們的立場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 建交幫交 因為畢竟不一樣的立場 但是我們看看流亡政府呢 現在已經成為在 實際上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本來是中國人 但是今天 唯一 國際承認的是 而且聯合國的會員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一些自己 特別是我們自己台灣人 不清楚 我們自己都不清楚 還有說兩個中國 可能會改變 美國會改變 一個中國的政策 這個就是已經換了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樣的錯誤的觀念 那這一些的觀念 就是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更清楚 真正不一樣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了 在1952年的 究竟上和平條約呢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管轄權 但是沒有指定說受果 那美國聯邦政府官報 引述了1960年 華盛頓地區雄毀法庭 在處理Roger跟Sung的案例判決呢 他說沒有任何國際間的協議 表明FOMOSA主權移交給中華民國 那今天中華民國 今天的很多大部分的台灣人說 我們已經有總統了 我們已經有軍隊了 我們有自己的領域了 有自己的土地了 而且我們有邦交了 這些都活在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底下落落蛇了 在那邊哪來哪去 不曉得走一條 哪一條是正常的一條道路 那今天我們就是做要理清的一個使命 所以這些都 我們說 雖然活在這個 搞混的法律 法源的地方 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那今天我們上高級班 我們就更清楚說 這一些的法源跟法律 只要在中華民國裡面的體制下 我們更清楚 他一定不會給我們更大的空間 也不會給我們理清的一個地方 他還是會給我們搞混 跟美國的模糊政策一樣 但是鮑威爾 美國前國務卿 鮑威爾他講的一句 可以讓我們思考 當人們不再向你訴說 問題的那一天 就是你不再領導他們的時候 我引述這一句話 我們除了理清法源的問題 理清中華民國本身 台灣這裡當局的這個地位 搞混了我們本土台灣人 這樣的空間 我們自己清楚 有的可能把我們所認識的台灣民政府 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把你的朋友請吃 來做說明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有的不瞭解 有的自己誤解 會給你誤解 甚至給你諷刺 那這一些其實 只要有問題提出在你的面前 表示還是有空間 那 在一個領導者 特別以後我們執政的時候 或是大家當長官的時候 只要有人民提出正常的問題 我們就要去善待去處理這個問題 不能把它當作說 啊這個 一樣也是中華民國的問題 不能說我們執政了 就像中華民國 把這些的問題拋在後面 這個是非常不得體的問題 就像我從小一直到現在 現在比較有改進了 在古山祖的鄉公所 十幾年前我和我爸爸和到了鄉公所 去提出一些土地的問題 去提出一些土地的問題 我們是對 後山走路走 對財旗走路到鄉公所 大概十一點多 到十一點多的時 那工作人員說 稍等一個阿波來 你們下午才來這樣 然後我們下午 我們下午再去鄉公所的時候 承辦人員不在 所以請問那個我們承辦人員去哪裡了 他說他請假了 那今天下午是平常沒有辦事 改到明天 哇差一點氣的要命 竟然跑了從山上後山走路 走半天然後到鄉公所 又被擱置說 這個承辦人員 又跑到別的地方 然後另外的代替人員說 這樣啦 明天再來 這樣的體制 還好還不懂怎麼去抗議 怎麼去把他們的桌子翻倒 因為那時候還不是牧師 所以不知道 不過現在假如說 其實牧師也會 也會有耐性 不過現在這樣的事情 我們常常反應 所以到了幾年前 他們就改變了 所以以前 都是在他們的體制下 造成很多 所以說 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今天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來看看 在整個的法源或是國際的法律裡面 讓我們更清楚 中華民國在自己的地位裡面 跟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真的是完全不同 我們也知道中華民國是流亡 但是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其實是釐清 而且是如何結束中華民國的這個地位 這個是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很大的目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目的 我們也回到在美國前國務院 或者是他們提出這樣的 對聯合國的秘書長 2008年8月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那鮑威爾他也講過了 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 也沒有享受主權的獨立的國家 然後這邊說 台灣不想有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 意思是說 不是主權的國家 所以這個都已經講清楚了 但是今天中華民國還是不認賬 還是讓所有奔透台灣人說 我們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們不管是教會也好 部落也好或是很多 咦?我們本來是已經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怎麼不能進去聯合國 是怎麼不能參加參加 國際組織 國際的組織 這些我們都要很清楚 不過台灣本土 本土台灣人大部分 沒有擦啊 沒有參與啊 沒有干涉 沒有干涉 也不去關心 就像英文所講 沒有人關心 誰關心 誰照顧 其實這個生命的關心 跟真正國家主權的關心 那個才是今天中華民國 把我們打壓到 不敢接觸真正的大眾的事情 這個活到現在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樣的責任 來再一次的釐清 然後看清我們自己的動向 那今天 台灣這裡當局 用殖民政權 把土地濫用 把所有在 我們古斯瓦族 華蓮還是台東 很多台唐的 都是古斯瓦族的傳統領域的地方 很多好的地方 不是只有古斯瓦族 我們台灣人也是一樣的 在幾十年前被他們 自己用 動用自己的法律的 這個權利呢 去濫用掉 所以造成很多土地 實際上這個本來就是 挖出了我們整個台灣人民的心臟 造成我們今天的恐慌 而且我們也不去關心 因為怕了 被恐嚇到 沒辦法達成一個人生命的一個人權 那今天就是殖民政權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的政權 這樣沒辦法 必須定功說 那怎麼辦 中華民國這樣的政權 然後台灣奔托台灣人 這樣奔托台灣人 沒關心 沒辦法 民主長有沒有說出答案 有 就是來到民政府 不能說沒辦法 台灣人 台灣人就是這樣消極的嗎 沒有 應該要重新看見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對奔托台灣的一線曙光 所以今天我們有這樣的責任 是大家的祝福 不論是過去的私貧安全也好 其實這個都是把關 認證GMP的問題 無論是高污染的危害 我們台灣人的生命 這個都是因為貪婪警察官 然後滅證 淹滅證據的一些這個問題 造成今天 我們台灣人活在流亡中華民國 政權台灣治理當局的真正的寫照 特別這個罵都是撇清的文化 所以我形容它是 它可以做 然後真的結論結果做出來 應該是它要負責 它就撇清 這是他們自己做的 難怪高山族也有 也學會這個罵的文化 所以這不是我的事 這不是我的事 這是他們的事 這不是我的 這是他們的事 這樣好嗎 不好 中華民國不是他們的事 要怎麼結束 這個才是人家的事 要怎麼結束 這個是我們家的事情 不是他們家的事 所以我們付出這樣的使命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 我們為什麼要干涉 我們為什麼要結束 中華民國的體制 在68年 花了我們多少台灣人的血汗錢 我在初級班 看到他們的預算 中華民國的預算 今年 然後到明年的 幾兆你知道嗎 一兆九千多億 那當然都是為了台灣人民的生活 但是幾乎都是很多不少的 明目還有裡面的暗藏玄機 我們不知道 這個暗藏玄機 有一個平地人告訴我說 這個暗藏玄機是 放在他們的口袋 預算是現一面喔 但是也有暗的喔 我本來不知道 因為我們牧師很清楚 證明然後暗的不好的事情 我們知道 但是 談到政治我們就外行 但是 聽到說 欸 中華民國的預算 有明的 也有暗的 有聽過嗎 有嗎 哇 不怪我們台灣人受害那麼大 所以他們說 欸 流亡政府真的是大手筆 因為 把台灣當作自己的領土 然後 台灣人就跟著這樣迷途下去 以為說 台灣人 英雄受到那個 中華民國 永久的 來佔領 實際上 應該是美國 要負其責任 今天 這個有沒有去過清淨農場 南投的 有 很漂亮喔 但是百分之六十幾是危險的 不是只有違建欸 他們撈了多少的錢 你看一百三十多個家 別墅 山莊 只有四家合格 不是只有 只有清淨農場的 各地方的 特別我們宜蘭的太平山那邊 幾乎都是中國人在那邊 做難民營 也在那邊賺錢 太多各山區都有這樣的 雖然他們說這是超限 但是 因為都是過著迷迷糊糊 過著他們 紅包的文化 那今天美國為什麼會用 我們分析到台灣關係法 是一個模糊政策 因為台灣關係法 真正的用意是 但是只有保護 中華民國現在的 台灣治理當局 把它當做自己的 國內法案 也不是國際條例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的人 用台灣關係法 來躺設 這個才是我們唯一的活路 那實際上不是這樣 我想葉州長講得很清楚 你們也上他的課 那其實最重要的 台灣關係法是 他們本來是 以為說 中華民國以為說 用台灣的名義 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 因為有台灣關係法 美國一定會給我們幫助 承認我們台灣的存在的地位 想不到是 那不是國際條例 所以今天我們看看 在陳水扁的時代 本來是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以為說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對美國來講是背叛行為 所以一直到現在 他也在牢獄裡面不曉得反省怎麼樣 不過他也蠻辛苦的 那這個就是讓台灣人的 這個自己設的陷阱 也不只是中華民國設的陷阱 也是讓台灣人 奔透台灣人自己放的陷阱 我為什麼怎麼說呢 因為 在選舉 或者是參與 整個中華民國的體制運作裡面 既然他們陷的陷阱 所設立的陷阱 那我們 我們很多台灣本土台灣人 或很多黨派人 也跟著一起運作 一起推動 這外的藝術就是 一樣 自己台灣人 設自己的陷阱 陷阱 我們高砂族比較親身體驗到 因為要去抓山豬 抓飛鼠 一定要有很多的陷阱 但是現在的山豬 我們會看說 有的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人 山豬 他一進去 他會聞到 有陷阱 他會慢慢弄開 把那個陷阱放在旁邊 所以我們這個 高砂族 那是高中畢業的山豬 然後他會把一點 用他的腳這樣一跳 然後陷阱就跳出來 喔!這是大學畢業 所以高砂族也是很幽默的 所以一直到山豬 你看我們整個 在苗栗、新竹、桃園 都是竹子的 都是竹子園 那特別有竹筍時期的時候 山豬更多 所以我們放的陷阱 都掉不到 哇! 像是大學畢業的 山豬 但是碰到這樣的問題 台灣 我們的 本土台灣人 這個陳水扁 沒辦法 也是沒辦法 為什麼會 在不同的 他自己本身所設的陷阱 他在第二任選舉的時候 假如我選上了 我就把國號改掉 把憲法用自憲的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台灣人高興到 好啊! 這樣好不好 好啊! 結果呢 好啊! 這些陷阱就掉到牢獄之災了 這個就是我講的 我們自己台灣人 也在設這樣的陷阱 明明本來是不能的 我們就偏偏參與 講不好聽的話 諷刺的話 比山豬都不如 山豬還會陷害那個陷阱 但是我們本土台灣人大部分 也是一樣 那裡有陷阱 一樣在那裡踩陷阱 結果被調到了 有的被調到說 哦!還在空中跳舞 真害 那我們看看 我們秘書長常常所講的 今天 中華民國逃亡 流亡政權來到台灣 逃到台灣 那他們把台灣當作自己的領土 實際上在 海洋 海牙第四公約 這邊寫得清楚 要尊重當地的現行法 所以 台灣這裡當局來到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尊重當時 日本憲法的法律 有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全部改啊 本來那時候的六百萬的台灣人 日本人 本來的隆重的掛到日本的 本來要清空的六百萬 當時的六百萬日本人民 也包括我們本土台灣人 就是讓中國人 從中國那邊全部遷移到台灣 台灣 還好當時美國就反對 不能這樣 那雖然反對 美國人也是利益 利益重重的一個國家 他只要有害處他都不管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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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引到他的利益 利害問題 他一定會管 那今天 奔透 如果台灣人 我剛剛所講的選舉方面 那在 戰爭法裡面 本來就不能 流亡政府就不能 就地合法 但是 他們把他當作說 這是一個正常的 實際上在 國際條約裡面 因為 佔領地不是正常的事情 是佔領方跟被佔領方 敵對的狀態 那經過 那麼長久的時間 身份 仍然還是模糊狀態 台灣領土現狀來說 在佔領地 性質領土上 共同生活的是 來自兩種 具不同法理國籍身份 而原本相互敵對的住民 但是今天 中國人移到 這些流亡難民到我們台灣 他們以為是透過所謂的民族事實 民族選舉 用這個主權在民 愛佔領地 台灣人是 咱的無情 用非常好的這種話語 來躺設 來掩蓋我們 真正他的醜陋一面 這個就是今天的 台灣治理當局的現況 好 我想主權獨立都 大家都清楚了 在奔透台灣人 本來比例85%的奔透台灣人 仍然還是在流亡體制裡面 他們想要 參與腳 然後 無論 在流亡體制裡面呢 他們用選舉 已經知道這個是不合法 但是 他們還是 不願意接受說 喔 中國流亡政權 這個事實呢 他們台灣人 我們大部分本土台灣人 還是就跟著 生活下去 但是今天 這個不是馬術 也是歡喜 這個是 也是很喜歡的 本來知道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但是一聽到孫子 也是開心啊 很喜歡啊 然後一直進入 那一直破壞今天的 我們看看民進黨剛剛到 剛成立 那時候是黨外人士嘛 在 這個是圓山飯店嘛 台北圓山飯店 奇怪了 這個 民主進步動 是怎麼在 圓山進去成立 他們當時用那個同學會的民意進入啊 同學會啊 用同學會的民意進入啊 才不會對國民黨發現他們要整個民意進黨 這樣喔 還有嗎 我們想一個問題 黨外人士是反對中華民國嘛 因為他們不承認中華民國的體制 所以他們才成立 不承認 不承認這個國民黨嘛 所以當然要成立自己的黨外 甚至進入到民進黨 兩黨 反對 敵對的 是怎麼 民進黨抵 國民黨 所反對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圓山飯店在那邊成立 除了 好優惠 或者是他們校友會 同學會當中呢 蛤 可以去蔣經國創立 夠不 好 假如有印象的話 用一般的邏輯來看 你反對 的人 然後你反對 這一位 你竟然在你反對的一個最大的 很豪華的飯店 在那邊成立 裡面有貴嗎 有大貴嗎 嘿嘿嘿嘿 唯一 我本來不知道 秘書長就跟我們解釋 我想你們也聽到 這個是美國告訴蔣經國 你一黨專政不合法 也不是台灣人民所需要的 應該要開放 黨進開放 然後成立 然後蔣經國說 欸可以喔 但是有一個原則 不能改變 中華民國的國號 所以今天 民進黨是不是台灣民進黨 今天這個民進黨 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誰人 東人中國 中國民進黨 所以回覆他們成立的那一天 在原山 唯一的條件 就不能更正更改中華民國 所以我雖然講台語不是很順 但是我很相信 阿彬說一句 我不會當者就是不會當者 是怎樣 因為他就任所謂的中華民國的時候 我是第幾任中華民國總統就任 好這個是他就任誓約的第一條 第二條我要實現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三我要保護中華民國國民 不說台灣人民喔 請注意喔 結果到最後 結果到最後 這樣無怪 有100空四條 在那裡等阿彬 如果對中華民國的國號 改變做台灣 還是要這件 自憲的話 100空四條 一百零四條 再等他 四路一條 違背以上四約者 死路 判死刑 100空四條 這樣阿彬 敢做嗎 當然阿彬 我沒當者就是沒當者 我才知道說晚來尿氣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那個 我們看看 大家都知道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f Taiwan 其實關鍵性都是在 逃亡的人 也把它當作台灣人 然後台灣人也把它當作整個 全部的台灣人 這個就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那真正的我們的本土台灣人是 我們有 美國所核發的 我們台灣政府所在推動的 台灣政府身份證 ID 這個才是真正的奔透台灣人 所以今天我們做這個使命 除了來幫助我們親朋好友 我們的本土台灣人 申請台灣身份證 然後推動訓練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 另外一個最大的使命 不過要小心喔 我們也聽到消息 明年四月到六月 明年四月到六月 很喜歡到中國的你們的親朋好友 只要他們說 中國人說來換中華卡 中華卡 我們來換中華卡 因為台灣 台胞證每年每年都要換 每年都要簽 中華卡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不必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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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要換 不必要換 這樣好啊 好啊 這個被陷阱了 這就是今天法律搞混的問題 所以告訴你們的親朋好友 換了中華卡就是中國人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非常謝謝我們在座的 也辛苦了 讓我們看見今天的整個搞混 是中華民國給我們的搞混 但是 不是這樣喔 假如我們自己理清不了 我們也會陷阱 也會下到他們的陷阱 然後下到陷阱以後呢 也變成說 我們支持他們的體制 我們也跟他們一起做 抓台灣本土台灣人的陷阱 陷阱 陷害本土台灣人 這樣的話就變成歷史的罪人 希望 讓我們透過這個一個小時多的時間 大家這樣的互動 這樣好不好 哇 辛苦大家 好 非常謝謝 謝謝 上台放鞞鱗 各位好玩 喬口有困 stripped 十分鐘 寶寶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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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